虽然开米台风已经逐步离开了 但是整个外围环流还有西南气流夹击之下 造成中南部地区许多灾情 最新的灾情盘点要把时间交给云飞 谢谢主播忙带你来看到 高雄的三明区某大楼地下室 有民众就拍摄了 可以看到这个滚滚的洪流 是疯狂的灌入地下停车场 这位民众还自嘲 难道是在上演铁达尼号吗 车子全部都泡水了 因此他就抱怨了 保全公司是完全没有要装水闸门 那广播信统也是修了好几个都没修好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住户赶紧移车 不知情的人就变成了泡水车的受灾户 甚至在三明区还有民众看到冰箱在水面上面飘 好 再来要把镜头转道 一样是在高雄但是是在明城路 我们可以看到明城路也淹水了 而且一度是将近有一个轮胎高这么高 可以看到骑楼下有非常多的汽机车全部都泡在水里 那高雄的大设也是有滚滚的泥流 不断的往前流 房子的各种木片都飘在水上 更扯的是还有一台白色车子直接在水上 宛如飘飘车就直接飘走了 那再来要把镜头又转到 一样是高雄但是是市区 高雄今天还是挺玩情客的 因为灾情太惨重 市区已经呈现这样的状况 开车跟起车根本就像是在开船 相当危险而且部分地区的淹水 其实也是在退了之后 没有想到还有这个困扰 那你看到下一个 罗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淹水不只把很多一些废物 冲上岸之外也把鱼给冲上来了 而且很多民众看到就说 这个鱼的种类非常的多样 还有人认出有损壳鱼 直乎是捡到宝 而且我们肉眼可见的 至少就有30到50条 而且这只是一个短短的路段 就有这么多 那可以看到现场民众 其实都拿着桶子 穿着鱼衣来捡 捡得很开心 但其实这都可能都是 养殖业舍的血泪 他们养的鱼养了好久 要来收成了 结果没想到 全部都被洪水给冲出来了 不过王红也提醒了 要此刻立刻的把鱼 移到其他地方 否则到了白天 太阳出来晒这个鱼 鱼肉就会进行腐烂 而且会产生当地很可怕的恶臭 再造成卫生危机 除了高雄非常惨重之外 我们看到嘉义 嘉义的巴掌溪 还有赤兰溪液体 导致巴掌溪沿岸的嘉义县 水上淹水的状况 是非常的夸张 那鹿草淹水也相当严重 尤其是水上山淹水 是超过了200公分 等于我现在走进去 会直接被水给淹没 沉浸在泥水里 而且就连淹水的 这个电子监测杆 都已经挂点了 因此县府在全县 也开测了八处的收容所 目前预防性的撤离了 130位民众 沿你会再一波 撤离高风险地区的居民 再来把镜头转到彰化 昨天同样也是瞬间暴雨 所以彰化的鹿港跟河美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乡镇 都淹水了 而且部分地区 甚至是水淹及膝盖的 也造成了彰化地区 其实两天以来的 停电户数 一度是超过3.6万户 很多民众家中 这个东西都浮起来了 而且灾情非常的惨重 那再来看到南投信一乡 也是有灾情传出来 信一乡入口段的明德村 爆发了土石流 超商和加油站 其实都有淹超过50公分高 而且土石是不断地滚落 泥流的洪水也是蛮湍急的 另外在深山区的东浦温泉附近 其实土石泥流的状况 也相当的严重惊人 和双龙部落连外道路 更有路面崩塌 酿成了天坑 导致交通连外道路中断 让这两个聚落 直接沦为了孤岛 大约有1700多人受困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的灾情比较惨重 都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台米台风 夹带着西南气流引流上来 导致我们这个中南部地区 是首当其冲的 而且现在虽然台米台风 已经逐渐远离了 但是西南气流 庞大雷雨带 还是持续笼罩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所以气象署也持续发布了 豪大雨特报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大雨的地区 就在苗栗县 彰化县 云林 嘉义台东 金门连江 都还是持续可能会下大雨 那至于豪雨的部分 则集中在橘色区块 像是台中市 南投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还有澎湖 县都是豪雨 有可能会三小时下了100毫米以上的雨量 或是20小时下超过200毫米 那我们再来 你看到下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凯米台风 这样子路径很崎岖的 经过我们的北台湾陆地 意外带来的中南部的雨量很大 气象署也统计了 其实周二到今早八点呢 高雄的多纳林道是这一次台风 雨量最多的 雨量来到了1800多毫米 那屏东的尾辽山也是1500多毫米 嘉义奋起湖 同样是雨量非常多 那宜兰太平山呢 以及台南的关山 也都是有超过1200毫米的 所以提醒民众 今天呢 雨室还是会持续 要小心泡水以及淹水的状况 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一定要做好防战准备了 好 凯米台风现在走到哪里了 最新动态 赶紧把时间交给云飞 谢谢主播盲到你来看到了 台风凯米已经登陆中国福建了 那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了 今天早上八点的中心位置 是已经在马祖的西方 大约是200公里之处 以每小时时期转久的速度 向西北转北北西来前进 而且它在往中国 持续侵入中国的状态下 它的强度也是持续的减弱的 暴风圈也缩小了 因此气象鼠已经在上午8点30分 来解除海上以及路上的台风警报 不过凯米才刚走 目前菲律宾东南方 又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了 95W正在发展 预估在下周二下周三左右 就会抵达台湾的附近 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下周天气 不过目前因为它还没有深沉 而且离太远了 所以它的路径跟强度 可能要到这个周末 讯息才会比较明朗 再来带您来回顾这几天 轰烈的雨势 专家就感叹说 凯米台风这次带来的雨量真的很大 暴增的程度几乎是比得上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但是幸好凯米的续航力 似乎是没有像莫拉克这么夸张 但还是要提醒这个雨会继续下 还没有下完 因为受到了台风环流与西南气流的激烈交汇 产生的强烈雷雨带跟着北台 持续的笼罩我们的台湾 强降雨的范围扩大到中部地区 来带您看到今天早上其实就有一点点端倪了 今天上午降雨量已经就从南部地区发散开来 一路往中部来前进 在今天早上高雄市的甲仙区 雨量是最多了突破100毫米 那扎翼县的阿里山也是突破100毫米 那第三名居然又是高雄 高雄雨真的很多 酿成了不少灾情 高雄市的纳马下也是山区 雨量现在也是突破百米了 那在南投县以及台南市 也分别都有雨量越来越多的状况 要带您看到 再来看到今天的重点整理 所以今天要小心豪大雨的地区 其实包括了苗栗以南 南投地区以及新竹台东山区的雨势 都会比较持续而且比较大 可能会有豪大雨发生 要小心可能会有淹水的状况 那另外呢 在北北基桃 基桃竹 相信台北 今天上班出门的民众有感觉到 其实雨真的变小了 变成局部会有一些震雨的状况 那至于宜兰呢 则是间歇性震雨哦 例如民众今天雨还是会继续下 但是呢 随着时间比较晚 可能会越来越小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南部的风雨比较严重 因此今天持续放台风架的县市 也是集中在这儿哦 像是啊 南投还有云林嘉义以南 都是停班停客的 那往北走呢 新竹县也有三个村 尖石乡 御丰村 秀兰村 还有武丰乡 桃山村 今天是停班停客 那苗栗呢 则是太安湘 还有南庄湘 台中的和平区呢 还有东部地区的宜兰 大南澳地区 花莲 寿林湘 大天墙地区 还有和平村 这些地方呢 都是继续放第三天台风架的 那再来要看到 除了风浪会持续增加之外呢 今天呢 台湾附近的各地沿海 其实包含了蓝雨绿岛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都还是会有五米左右的浪高 并且有长浪的发生 另外呢 气象鼠呢 也是持续发布了强风特报了 像是彭龙金马里岛地区 可能会有10到13级强阵风 基隆的北海岸 苗栗呢 到台南的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蓝雨呢 则是有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风 另外其他沿海 平均大约都有8到9级的强阵风 所以提醒民众 台风虽然暴风圈 已经都离开台湾了 但是呢 我们的外围环流非常的庞大 以及西南气流不断的被引上来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还是可以感受到 有下雨 有一点点台风的感觉 但随着时间 逐渐的往下午走 雨势会渐渐的小 以上就是台风最新消息 虽然台米台风的脚步逐渐远离了 但是刚刚欧云飞也提到了 受到整个外围环流 还有西南气流的夹击之下 其实中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好大雨发生的机会 那这部分气象属的最新说明 我们带您掌握 从雷达回国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宽广的外围环流 还是持续的影响到台湾这边的天气 尤其部分的蛮强的雷雨 雷雨包都是从台湾西南边 移入到台湾的陆地上 因此今天各地都还是 多短暂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尤其是中部跟南部 仍然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澎湖也有局部性的好雨发生的机会 金门马祖也要留意局部大雨 我们从未来几个小时的 定量降水预报上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的部分的话 各地都是有雨 其中中部跟南部 还是雨比较多 容易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 到了今天入夜 甚至到明天 随着风向逐渐由西南风 转变为偏南风 除了南部地区 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花莲跟台东 因为同样开始进入迎风面 也开始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可能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